都说娱乐是个圈,内宇是如此,寒云也不例外,玄冰和宋伟桥这对昔日的神仙眷侣,如今一个以喜当爹,一个却还是截然一身,两人同一天出席活动,状态引发网友热议。 众所周知,孙一珍自从生下儿子之后,整个人就没有了任何的消息,应该是在安心坐月子,而玄冰却一直在忙碌,不久前更是现身电影的宣传活动中,这是玄冰当罢后首次的公开。 此次虽然是玄冰当罢后的首次正式亮相,但是似乎玄冰这次的出现并没有得到大家的一支夸赞,主要还是因为他现在的形象变化太大了一些,因为电影拍摄的问题让玄冰的头发变长了不少,脸上还留了一圈胡子,这样的造型让玄冰看上去操了很多,对比以往的帅气感让玄冰更像是大叔了,像换了个人似的,完全不一样的风格。 不得不说,自从欧巴结婚之后,越来越有男人味了。 从服装上看的话,为了切合整个电影发布会的主题,玄冰选择的这套深蓝色西装外套,看起来剪裁挺酷又时髦。 优雅的铜色系领带和浅蓝色条纹内搭,阳气有绅士满分,虽然不是走精致路线,但是这样随意匹匹的玄冰,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不同面。 成熟硬汉的气质扑面而来,依然挡不住玄冰的魅力,不知道玄冰在新电影中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? 玄冰在新电影发布会上也高调秀恩爱谈到了孙一珍,由于孙一珍在极致对决里饰演谈判专家,玄冰被问到有没有向老婆取经啊,他害羞回答,在演极致对决时,我饰演绑架犯,跟玩命交涉的角色完全不同,所以他没有特别给我任何什么见言。 主持人问及,在此次拍摄中,孙一珍是否给予他一些建议与经验呢?提到了刚出生的孩子,说自己的肩膀变重了。 此外,采访中,玄冰有一所透露自己之所以接拍《交涉》这部电影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黄正明。 作为演员的他,一心盼望能与黄正明这样的优秀演员,在荧幕上切磋与合作。 可以看出,在经营好自己感情与家庭之外,玄冰依旧是一位力求在表演领域,精益求精的好演员。 也相信其妻子孙一珍也会给予他足够的鼓励与支持,希望他可以继续坚守自己的梦想吧。 电影教授有林顺李指导,黄正明玄冰主演。 影片根据2007年发生在阿富汗的韩国人真实绑架案件改变,讲述了为救出被恐怖分子绑架的23个韩国人,黄正明饰演的外交官郑在浩和为他提供帮助的人们身上发生的故事。 玄冰将变身国情院特工大档黄正明,展开精彩动作戏。 此前,导演林顺李在采访中谈到黄正明与玄冰的组合,表示,影片里面需要有着能够很好的束缚观众的力量演员。 所以想到了黄正明,玄冰私底下和黄正明熟悉,但是两人没有合作过。 我觉得两个人的亲密里面有着化学反应,可能是对于对方有着信赖,从铜框里面也能感受到那种亲密。 虽然片中他们是互不相让的关系。 电影教授于2020年7月至9月在约旦拍摄,影片纯制作费达140亿韩元,至今为止在韩国还没有女性导演拍摄过100亿以上的电影。 据细,影片将于2023年1月18日在韩国上映。 指的一提的是,与之合作的影帝黄正明好奇心发作,当场主任玄冰,在拍摄协商的时候就和孙一珍交往了吧,不是吗? 玄冰瞬间慌张起来,否认四年前就和孙一珍交往,那时候还没交往,瞬间以为你是记者呢。 玄冰表示,2018年出演协商时,跟孙一珍只是朋友。 协商是由孙一珍和玄冰一同传的经费片,两人合作后便传出绯闻。 2019年被偶遇在美国通游,二人承认在美国,但没有联络。 孙一珍是单独旅行,玄冰则是在美国工作。 不过,爆料的网友很较真,将二人在超市购物的照片曝光,然后经济公司才改口承认,两人在一起吃饭,原因只是朋友的交情。 恋爱传闻并不属实。 玄冰之所以会慌张,估计也怕当初否认的音信被推翻吧。 直近想到两人的名誉,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是玄冰在2020年7月被爆和宋慧乔复合。 最开始的线索是宋慧乔点赞了好闺蜜朴帅美的Inns,内容是一首叫做《相爱吗的歌》。 宋慧乔点了个赞,还留言,姐姐啊,这首歌厉害了,是宋慧乔和玄冰在2008年的定情座,他们生活的世界插曲,OST定情座耶。 如果线索到此为止也就算了,没想到还有玄冰的多年造型师在近期关注了宋慧乔的Inns,这不能说明什么。 紧接着5月6号和11号,宋慧乔和玄冰陆续放出的广告拍摄现场,环境非常的相似。 不仅如此,当时还有网友放到了宋慧乔最近的一张照片,发现项链是HS,两个人的首字母? 加上宋慧乔近期还传了一张08年的杂志照,说自己想回了28岁。 宋慧乔的28岁就是和玄冰正在阵连期啊。 这一串串的蛛丝马迹马上被顶上了热搜。 随后,玄冰出现在宋慧乔硬撕视频里,网友当时便是福尔摩斯,从他们的声音到穿搭及宠物,去对比爆料视频。 后来宋慧乔经济公司发声否认,还点名中国媒体胡说八道,辟谣复合传闻称没有回音的价值。 但两人复合的传言明明就是韩国网友发帖爆料的啊。 现在看来,玄冰和宋慧乔复合的传言,大概率是假的,但他和孙义珍的感情萌芽,估计从协商就开始了。 只是二人心照不炫,没有表白,直至再度合作,挨得迫降才正式交往,遇到彼此生命中对的人。 有趣的是,在玄冰出席活动当天,前女友宋慧乔也公开亮相。 在当地媒体的生涂中,41岁的宋慧乔一身黑白壮色套装,衬衫领带搭配A版长裙,整体款式竟显大气干练的氛围。 但由于黑白色调过于肃静,增强了乔梅的气场,却让她看起来很显老气。 可能这就是韩语圈的穿搭传统吧,宋慧乔与剧组同事都是黑白双绅的穿搭色调,视觉上很显压抑感,或许这样更配合新作主题。 这次现身宣传活动的宋慧乔又有很大变化,尤其是这张合照中,乍一看很难认出宋慧乔本人,主要是头型上有原来清爽的中短发,回国到这种颇具婉约气质的,还是皮卷大卷。 此外,就是宋慧乔的脸部变化了,虽然皮肤状态尚可,特别是在美颜灯光的配衬下,肤质较为细腻,仅有法令纹能够显现出乔梅的年龄感。 然而,当镜头拉近就会感觉到宋慧乔脸部有种明显的下垂感,皮肤上的颗粒感同样强劲,发给人一种妆容厚重的感觉。 在整长活动中,宋慧乔本人表情很少,即便是展现笑容时,也有种面部僵硬的视觉感。 仿佛是刚刚做完某种微调,网友纷纷感叹,美人迟默啊。 更只乔妹已经出现一美后遗症,甚至变脸其他女星,比如姚辰还有韩星柳志敏。 看来婚姻的失败对她影响很大,离婚后很难再看到原情满满的乔妹了。 虽然乔妹青春不在,若是自然优雅的老去,也不是为另一种美好。 如果她在新作中可以展现出更好的演技,那么颜值高地也就不再是大家议论的焦点了。 毕竟宋慧乔和玄冰都曾是霸平韩瑜的颜值天花板,大家对于他们的印象也停留在那一时刻。 对于明星而言,老去并不可怕,只有不断提升个人魅力和演技,才让自己的艺术状态保持动灵。